他为什么叫万寿灯啊 意思就是啊 皇上娘娘老太后 万岁万岁万万岁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这两天啊 一直就有朋友 或者是爱的我 或者是给我留言 跟我说呀 咱们还是得讲讲故宫 我一想有道理啊 这要说这讲古剑 还是得故宫的水深不是 这紫禁城啊 其实咱们是肯定会讲 不过呢 我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您看啊 这学徒我呀 今年虚增麻痴 也是四十开外了 从抱着那会儿啊 一直到现在 去故宫啊 没有四十回吧 我觉得也得有三十五回了 我记得倍儿清楚 自己第一次买票进故宫啊 那是四年级那会儿 去那干嘛呢 就是为了看古剑 一看呵那高兴 这大沟房啊 花里胡哨的 真有意思 慢慢的关心起紫禁城里边啊 一些人文的历史 细节方面的故事啊 那还得说是这两年 这一流行起 这细节故事方面啊 就得躲开那些高大雄伟的了 您比如说 太和殿 宝贺殿 中和殿啊 您再比如说 这个五门端门 天安门呢 我呢 主要是负责呀 跟您聊聊啊 这别人都不得知道的紫禁城 今儿啊 咱们就去这么个地儿 哪儿呢 这个地儿啊 就是乾清宫 有人说这紫禁城啊 那全是皇上他们家 其实不对啊 从这乾清门外的 这广场划分呢 前边呢 属于是这个皇上办公的地儿 也就是皇上的单位 后边呢 才是皇上他们家 但是这皇上跟别人不一样 皇上没有休息日 皇上总得办公啊 那这个后边的乾清宫呢 就属于是皇上家的卧室 办公室 还有这书房 就起到这些功能 一进着乾清门呢 您就看到啊 这地儿跟别地儿不一样 为什么呢 您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空阔的广场 它在乾清门啊 和这乾清宫中间啊 有一条单壁桥 这条单壁桥呢 离地面啊 它没有仪仗啊 也得有七八尺 这条单壁桥啊 可是真真正正的皇权的象征 怎么说呢 这条桥啊 只有皇上家人能走 至于这大臣呢 平时到这乾清宫里找皇上办事啊 只能走两边的台阶 下到这乾清宫的广场 从广场上一溜小跑的 奔前边月台 再从那的台阶上来进乾清宫 才能见着皇上 所以说您现在啊 一进这乾清门 捋这单壁桥啊 直接就奔乾清宫大殿了 好去 您乐去吧 您这德行大了呀 您这跟过去皇上老爷子 属于是一个待遇 上到这乾清宫月台啊 有好多人就看了 哎 这怎么有俩石堆啊 这儿 看着像是须觅座 然后里边呢 又是中空的 这石堆是干什么的呀 再往下一看啊 喝 这还有一边一个俩石堆呢 您瞧这石堆呢 它材质啊 是上好的汉白月 可是您仔细看啊 它并不是一块雕成的 它是呀 一个三拼的石堆 这石堆外边啊 雕着有二龙细珠 下边呢 还翻着有连半 整体一看呢 就像是一块须觅座 可是啊 咱们在这儿 还真不能说它是须觅座 为什么呢 一会儿啊 我说说它的功能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有人说 这我认识啊 这东西 这夹杆石啊 这个 这原来肯定是有旗杆 哎 这种说法啊 它贴谱 但是啊 它不对 这个东西啊 我给您揭秘一下吧 它既不是须觅座呀 它也不是旗杆的夹杆石 这两个呀 是灯座 有皇上的那些年呢 这个地儿啊 是要过年点万寿灯的 这两座就是万寿灯的灯座 这月台两侧 一边一个的呢 也是灯座 不过那两盏呢 它不叫万寿灯 那两盏叫天灯 在明清两代啊 这每年的腊月24 哎 这儿就得挂灯了 得给这皇上啊 找着这过年的气氛不是啊 月台两边的天灯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个灯杆 上边挑着一个气氛风的灯笼 与民间的天灯杆的区别呀 也无非就是这挑灯的杆啊 是个龙头的形式 然后这灯杆上呢 它花里胡哨的 有点彩绘罢了 要说真漂亮啊 还得说是这万寿灯 这万寿灯啊 大概有个四五米高 这顶上的灯啊 是一座制作精良的琉璃宫灯 这宫灯顶上啊 挺像天坛起年店的 但是它是黄的啊 它不是绿的 是崇原的船尖顶 下边呢有八个面 每个面上都镶着琉璃罩子 估计啊 这里边是有灯芯 当年呢 就是把这灯灯点着了 它挺亮的 这灯往下看的 那才是最漂亮的 下边这八个面上啊 它都挂着有这灯帆 这灯帆可漂亮了 一水的宫廷绣活呀 那是苗龙绣缝啊 说到这儿 您瞧出来了 这灯啊 它压根就不是照链用的 这灯就是起伏用的 从这名字上 您也听得出来啊 它为什么叫万寿灯啊 意思就是啊 皇上娘那老太后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会儿有的朋友就该说了 你说这么热闹 这灯我也看不见呢 你现在去了这乾清宫 在这月台上 不就看见这两个 秃秃的灯池子吗 这灯挨哪呢呀 您别急 我告诉您 过年的时候您去啊 这故宫博物院呀 它有个活动 叫紫禁城里过大年 那个时候您去 您就瞧见了 腊油24 准时把这灯 也给您挂上去 到那会儿啊 您就能看见了 我保证您 能一睹这乾清宫门口 万寿灯的真容 这乾清宫里呀 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 它还堕着呢 您要是乐意听啊 您留言区 您就告诉我一声 我呀明儿个 一下子就给您讲俩 您说我仗义不仗义吗 得嘞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的栏目呢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挨这 持续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